霹雳以保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妇女 八年来长期遭受丈夫家暴 不只出动菜刀 铁支和铁锤殴打她 还试图攻击下体 就算是生日也先痛打一顿 送院回家后才来切蛋糕 丈夫目前正在精神病院接受评估 不久之后就会出院 让她担惊受怕 我问她今天是我生子你知道吗 然后她就跑去买一个蛋糕回来 买了蛋糕回来 叫我自己要吃去切来吃 切了吃过后明天又打我 我问她为什么 就到半夜凌晨两点一点多的时候 她跟我吵到很厉害 她想拿手来想 你死我 再藏一把刀 在船的下面 施主今天在马华霹雳公共服务 及投诉局主任刘国南协助召开的 记者会上声泪俱下 他指出 只要丈夫心情不好 或是遇上金钱问题 就会发狂打人 施主一度被打到 癫症发作多次进院 抑郁症也越来越严重 已经无法工作 这名丈夫因为上个月的家报案 已经被控持武器伤人罪 目前正在打官司 法官同时下令她再次到精神病院 接受精神评估 再不到一到三个月就会出院 所以施主希望社会大众协助她 带着行动不便的妈妈 离开和丈夫同住的屋子 或者更多订阅她的家众 clicked 动不经计 等会 手持人 编号